不管是蔡英文 反正他們現在府院黨口徑一致 就說絕對不會進口日本核實 可是剛剛聽楊明的分析 你也知道了 有一批是合乎於標準的核實 那這算不算是核實 那這些東西民眾 才剛剛開工 我們就看到在台灣出現了 有食安的吳三桂 食安吳三桂 對 也是把台灣的大門打開 讓這種有毒害 或者是有危害 人民食品安全的這些食物進來 那當然洋洋灑灑講得 非常光免彈簧 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所謂的國際標準 科學論據 還有民意 剛剛我相信前面兩位 都特別也提到 在民意的這個部分 在2018才將近有800萬 就是779 通通被當空氣 是 那麼才剛剛過四年 當然 當然 按照公投的相關的法規 那麼兩年後它的效期就借滿了 但是某種程度 這代表一種民意的趨向 它是這種人民拒絕有害食品進口的 這樣的一個訴求 這不是兩年 這不是四年 這是一輩子我們都不要去吃到 這種所謂的有毒害的這些食品嘛 所以法律人家常常在講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最低的標準 所以通過了它就是一種意向 我們應該要這樣來看 當然如果公投是屬於事 有些某種屬於事項的話 我倒是覺得它定定效期可以理解 但我不認為可以一體適用 這是我在民意的這件事情上 而且再就 如果你今天清見民意 你終將被民意給吞噬 所謂清見民意也就是 民進黨總是仗著 最新的民意的訴求 就是有413萬 他們同意讓萊豬進口 這已經是我多次的在節目當中講 這是多麼卑劣的手段 你自己的膝蓋軟 給人家美國跪下 你還要讓人民去同意 說我們要吃萊豬 我覺得這是什麼樣一種 可比的政府 多麼無恥的一個政府 那所以那今天413萬 你要曉得 我們在萊豬的這個投票率 還不到42% 投票率是低 你就跟2018的那個投票來相比 這怎麼拿來比呢 這怎麼能夠說 我們台灣人民同意吃萊豬 所以我們認定了 他們應該也願意吃核食 你憑什麼做這樣的認定 你憑什麼 那所以這個就他的第三點 所謂的民意來說的話 蔡英文還說 因為國人期待走向國際 有助於加入CPTPP 我說CPTPP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就認為 如果這是一個我們領導人 對於民意的解讀的話 你今天如此清見民意 你終將被民意吞噬 我覺得這是一個執政者 違政者第一件事情 要顧慮到的 你不用去管所謂的國際標準 你真的也不用去管 所謂的什麼科學的數據 我覺得你真正應該要管的是 我們人民的健康 我覺得這個是擺在第一位 否則今天不要說CPTPP 今天我們就算加入了聯合國 但是我們全部都被毒害了 那麼你覺得這個代價值得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一個違政者應該心心念念的 就是維護民眾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那在這個生命安全 都一再的讓我們去受迫害 所以我就就民意這點說不通 而且請聖哥 食藥署還說禮癌風險可以忽略不計 在這一次他們的把關評估當中 好嘛 你要這樣清見 那我們也沒有 我們做人民的 我們也就只有 你就逼得我們要走上街頭 或者是只能用選票 然後來決定我們的意向 第二點就是 到底是受到什麼樣的壓力 很多人都說就是CPTPP CPTPP這個壓力 你在萊豬用了一次 你現在用核石油再用了一次 好用啊 告訴各位 真正的核心 是因為中國大陸跟台灣是幾乎前後 去申請加入CPTPP 如果中國大陸先與台灣加入CPTPP 你不要說吃核食了啦 你就算吃狗屎你都進不了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要拿這個所謂的加入CPTPP 你最近RCEP世界最大的經濟協議 你都我們2月1號生效了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 台灣到底有什麼樣的因應 所以對於加入這種所謂的經濟夥伴關係也好 協定也好 你台灣政府真的有很在意嗎 你真的有去設法去加入他們 你有設法去解決加入他們的障礙嗎 他們的障礙很簡單 我坦白說就是中國大陸嘛 然後你這個捨此不圖 去跟他改善關係你不要 然後進而能夠讓我們台灣的經濟能夠騰飛 這樣的機會你捨棄 你今天一天到晚拿的CPTPP 有多少台灣人懂CPTPP 有多少比CPTPP更重要的貿易夥伴關係的協議 我們台灣根本就自知不理 好像視若望聞一樣 所以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日本殖民台灣結束已經75年了 不要再幫著日本政府再來毒害台灣人民 日本在台灣殖民期間殺害台灣人民 你40萬超過 你今天還要用這種開放核實 繼續要來毒害台灣人民 我第一個說NO 可是我也要問周恩啟政歌 就剛剛凱翔一直講的說 然後我們在這邊罵罵罵 然後覺得他們多麼可惡 那國民黨國民黨如何反擊 之前這個反萊豬的時候 孫文修好總校長張亞中 曾經也提過說 其實國民黨執政政府 其實真的還是有用的 也就是你說擋不住 但是我覺得你的態度要先做出來 也就是要加強管制 加強茶葉 要比中央甚至於多數倍的力量 來展現中國國民黨 對於核實進口 既然中央開放 但是落實到我地方 比如說台中市 我就一定要維護我台中市民的 這個食品安全 所以我要加強抽驗 或是加強了茶葉 我覺得這個地方政府 應該要去展現這樣的決心 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 是一回事 重點是在於我覺得決心的展現 就是維護人民食品安全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意志的展現 我覺得一定要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在野黨 能夠去做的一件事情 不然其他就只有走上街頭 問題是看來今天 走上街頭有用嗎也沒用啊 台灣好像對於民進黨作為一個 可以被原諒的顏色 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我覺得櫃節目的存在的 那個價值就更因此而彰顯 我不太認為說 當今台灣的主流民意 是願意去吃萊豬的 那2021年的那場的 這個四項公投 我覺得有非常多 被政治操弄的一個因素在其中 所以如果光就美豬的 這一項的這個公投 它的這個投票率位於42% 也就將近差不多六成的人 他是沒有去投票 沒有去表態的 這些人是厭倦的這種政治的操弄 或者藍綠的這個這樣那樣的 他就想說算了我就不去了 我不要浪費生命去走這一趟 去把這個票投下來 所以我是這樣看主流民意 就是我絕對不相信 台灣的主流民意說是要吃萊豬 這個我是不相信這樣 因此我就更不相信 我們台灣的主流民意說吃萊豬 也不在意 這個我不會是這樣去解讀的 而是我們怎麼樣用透過步驟 或者讓一個民眾能夠理解的話語 還有安全性的這樣的一種警示 讓民眾意識到這個萊豬是不能吃的 更何況在日本 因為一支有耳語說要開放核食 所以說台灣也引用了很多日本的外電 看到在日本的超市 他們連這個所謂的福島五線式的 他們的那些食品在日本都沒有人買 另外一方面在日本也確實也發生過 就是這個叫做亂貼標 或者是說假貼標 就是把明明五線式的換標 然後讓日本的民眾去買 那也被糾舉出來 那我的意思是 可能我絕對承認 就地方而言 你要去查驗證的人力 是絕對是不夠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定定 比中央更嚴格的標準 比如說要標示清楚 甚至於你自己本身就要做到怎樣 那當然我也非常同意就在立法院裡面 就應該用更嚴厲的立法 然後來去規範日本五線式的 這個核食的進口的這種標章 因為你既然要進了 那就是把它標示清楚 因為我非常同意 就是當如果有一天真的有機會 國民黨又真的能夠重新執政的話 他同樣會面對要開放核食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既然如此 我就是標示清楚 怎麼樣讓對台灣民眾食品安全的危害 降到最低 我們就應該怎麼樣去設法 我想要補充一下傑言哥講的 其實我跟傑言哥講的東西沒有 我不是在吐槽他 我們沒有互相的那個 就是當然什麼對立的部分 基礎是一樣的 其實講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是具體誤實 不是在那邊只喊什麼 食安至上的口號 那沒有意義 是應該要做一些 做一些在實際上面 你可以做到什麼事 把那些事情盤點出來 去把它補得完善 包括像是中央在衛環委員會 然後在經濟委員會 然後跟進出口有關的 跟農委會有關的 然後同時在地方政府 你也可以定標準 但那個標準我們要求你是 一方面你 假設你是藍的縣市 然後你對中央政府 你說要定給它更嚴的標準 那我們也會監督你這個縣市政府 你不要跟我光說不斂 你要做得到 要不然你是來跟我騙票 還是來跟我騙什麼聲望嗎 不是 我覺得是技術面 現在必須要走在技術面這個問題 因為我一直覺得核實這個問題 他確實每一任總統都會面臨 就像萊克多巴 美豬美牛一樣都是這樣 而且他會有一個最大最大的盲點 就是台灣人去日本旅行的頻率 實在太高了 太多了 大家知道千葉是千葉線的食品 什麼飲料餅乾什麼什麼都不能進 但你帶小朋友去迪士尼 你在裡面不吃不喝嗎 迪士尼就在千葉啊 你在千葉迪士尼裡面吃到的 所有餅乾零食湯果什麼什麼 在台灣都是不准進口的 這種論述是逆著人民的生活經驗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一個沒有說服力 或是沒有一些具體的 務實可行的方案 你只講不行那是食安問題 那你要不要禁止民眾去日本吃東西呢 要不要禁止民眾去千葉迪士尼玩呢 還有海洋樂園 所以這種論述它沒有辦法擴散跟說服 是因為它逆著人民的生活經驗 那我是非常苦口婆心的 希望萊茵的朋友們 不要再犯公投時候的錯誤 很多事情是你把那個口號簡單化 你覺得簡單比較能打動人心 但事實上它是缺乏了說服力 擴散出去而已 今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